會被電死 這是怎麼回事 台中一名四十六歲的王姓水電工 在住宅的大樓底下 停車場更換了燈管石 疑似是碰到兩百二十幅頭的裸露電線 當時雖然有同伴在場 但是不知道該如何處理 導致了水電工持續被電了三四分鐘倒地 雖然管理員是一邊急救 一邊叫救護車 但是水電工到運搶救兩個小時之後 依然是灰天罰暑 意外現場準備更換的日光燈管和燈座 還在推車裡 施工的旅梯架在機械車位上 四十六歲的王姓水電工 在這棟集合住宅的地下停車場內 更換日光燈管時突然觸電 雖然大樓警衛在報案時 有聽從消防局指示持續做CPR 使用AED 但水電工疑似觸電太久 送往醫院搶救將近兩個小時 還是沒有救回來 工作的夥伴就是也在想辦法怎麼移開它 但是那個過程可能就有三四分鐘之久 我們看起來在胸口這邊有一個紅色的電擊傷 剛好通過這個心臟的話 那有可能引起它一個心靈不整 換燈管怎麼會換到被電死 老檢數初步研判 水電工應該是不小心碰到一旁的裸露電線 老檢數也強調經過調查 現場施工時沒按照規定斷電 水電工也疑似沒戴上絕緣手套就施工 雇主涉嫌違反治安法 將會開罰三萬到三十萬元 環市奇聞 吳林安 張春風台中報導